台經院預測2022全年國內GDP下修0.3個百分點 主要是因為疫情衝擊加上歐物戰爭 全球面臨高通膨壓力 物價飆漲大家減少消費 但比起今年的第二季跟第三季 國內通膨率都超過3% 第四季物價有機會下修 渴望緩減今年整年的通膨率 下半年國內通膨渴望趨緩 但看看國外通膨還是居高不下 尤其美國6月飆破9% 雖然被視為已經觸頂 也就是不會再往上了 但美國央行升息腳步似乎不會停 7月升息三慢 幾乎已成定局 那也許大家覺得說美國經濟現在看起來快不行了 美國可能會提早結束他的升息的動作 不過現在7月他還會再升一次 至於他什麼時候停止升息 是今年底還是明年初 現在沒有人說得準 美國調高利率帶動的全球升息潮 台灣央行第三季有沒有可能跟進 專家分析因為國內經濟成長 整體下修 就算升息也不至於超過一碼 全球黑天鵝降臨 打通膨還得兼顧經濟成長 咱們全壳每一步都得算得準 今新聞吳雅廷彭之華采訪報導